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俄罗斯的普丁 还怎么会像马克宏承诺吗 因为是法国官员说的 那这是英国金融时报有报 那报了以后呢 就被打脸了 你看他怎么写 说普丁像马克宏承诺 不会在乌克兰周边有军事行动 这有可能吗 听起来就怪怪的 果然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就说了 莫斯科跟巴黎没有能达成任何协议啊 法国是欧盟轮值主席 可是乌克兰不是成员 所以我们跟法国有什么协议可谈 马上就被打脸了 这个欧洲欧盟跟法国德国 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地位 因为乌克兰是东欧 所以他应该是属于欧洲 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可是以现在俄国 他的诉求是以北约为主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以欧盟为主 他认为目前来讲对于 俄国最大的安全威胁 是来自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不断的扩张 而且他已经要扩张到 乌克兰跟格鲁基亚 那乌克兰是他忍无可忍的一个地方 主要的是因为如果这个乌克兰被成为北约的成员 对俄国来讲会很麻烦 除了直接威胁到俄国的安全以外 可是你不要忘了乌克兰它现在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跟俄国有关 一个就是克里米亚半岛 俄国已经收回了 而北约的国家都不承认俄国有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 那所以如果乌克兰加入了北约 克里米亚半岛的问题 那就变成北约跟俄国之间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乌克兰本身有很多的是俄罗斯族 就是俄罗斯的族一住在乌克兰 那他的力量比较大的是在东乌克兰 所以东乌克兰的分裂的过程中 那一旦你乌克兰进入了北约的时候 你的分裂的问题就是北约的问题了 所以对于俄国人来讲 他已经到没办法容忍的地步 没办法容忍的地步 他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他的对象是北约 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讲 跟英国人来讲 他们是北约的成员国 可是他们不是欧盟的成员国 那美国跟英国现在就是想把这个北约 想把欧洲欧盟 把他的功能跟地位往下拉 降低 一直往下降 然后把北约的地位拉高 那北约的地位拉高 那因为北约都是几乎都是美国在主导 然后英国本来脱欧以后 英国对欧洲的地方已经没有发言权 所以你会看到英国很积极 他到处参与到处点火 立陶宛也去 这个爱沙尼亚也去 波兰也去 乌克兰也去 他到处去点火 罗马尼亚也去 黑海也要再派两个舰队 他上次不是一个舰队被俄国人炮击吗 不是夹了尾巴跑掉吗 可是你看 这一次的英国到处在点火 是因为英国发现吉普可思 也就是说他重新回到欧洲 发挥他的影响力 就在这个时候 所以英国都到处点 而且深怕不打起来 因为如果能够到接近要打 要打起来 英国的功能跟作用就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一旦打起来 会跟英国无关 因为英国的军队马上就会撤出来 然后就像俄国跟乌克兰在打 那乌克兰又在欧洲 那这个时候欧洲又要向北约求援 那北约求援的话 北约又借助进来 北约又是美国主导 所以整个欧洲又是美国人在领导了 那德国跟法国就空掉了 所以马克宏一看到这个情况当然不行 马克宏不行的时候 马克宏就要介入 可是你看普丁给马克宏软钉子的时候 拜登也给马克宏软钉子 拜登讲话更难听 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不是你欧盟能够参与的 那就是欧盟又被 因为在拜登眼中来讲 他很担心欧盟取代北约 处理跟俄罗斯 有关于乌克兰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德国跟法国都同意 也就是北约不要在欧洲有太多的活动 所以感觉怎么有一个欧盟队 还有一个北约队 对两个队 欧盟队就是指法国跟德国 那北约队就是美国 美国为首 那其实这一点 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 因为就是这个新闻秘书自己也在讲 他说你北约 法国你没有领导权 直接这样说 然后北约的领导权属于另一个国家 美国嘛 那其实就是美国 他只是没有点名是美国 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指美国 所以我跟你法国有什么协议可谈呢 重点结论就在这边 所以好糗喔 然后呢问题是这个法国的官员还在说 普丁有向马克宏承诺承诺了什么 是被耍了吧 而且再来普丁呢 他甚至 他还细虐乌克兰是我的美女 我的美女是他这样说 当然乌克兰就很有意见啦 这个介大使也可以补充一下 然后你看像现在 这个六艘俄国军舰 从地中海到黑海进行海军演习 第一件事说现在有这个演习 法国一样也讲啊 说对我们也知道他们有演习 那是他们之前早就决定的 那他们有保证 有跟法国保证 说演习完了之后 他们还要从白俄罗斯撤走 但有吗 真的会有这种事吗 然后又第二 杭金土耳其 土耳其不是有专家就说了吗 其实可以不让他过啊 那还是让他通过 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年国 是 对 所以土耳其我记得 那个艾尔段之前也在讲说 其实他也可以来做协调 和氏佬这个角色 感觉好像也想要当个大哥 他也想参与他 对啊 所以现在是怎样 因为乌克兰无人机是跟他买的 他上次有些阿塞拜疆 他也卖无人机 那现在乌克兰也想跟他买 他刚好就是跟俄罗斯 跟还有那个乌克兰都有交情 是 从普丁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他是把这个 东陵的这个威胁 来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整理 做一个解决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美国自己本身乱了一团 美国自己本身 内部的这个 这个衰落的迹象非常的强 另外一方面 普丁现在这次跑了 去了一趟北京 事实上 增贴了很大的底气 因为这个中俄的联合声明 里面 明白指出反对北约继续扩大 这个就是 今天普丁底气非常强的原因 那所以普丁现在是各方施压 他不是各方示弱 他对美国开出来条件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签一个条约 然后法律的记录 好来保证这三点 对不对 尤其是被不能让乌克兰进去 另一方面他这个成兵十万 另外还有在做军演 这些是给谁施压 是给乌克兰施压 也就是告诉你乌克兰 我今天对你施压 你去看看你所寄望那些美国什么欧盟 不是那些北约你这些盟友 你看可以给你什么帮助 最后就把他底牌 把美国底牌也逼出来 美国就说我不会出兵 我只会去制裁用什么 用最严厉的手段制裁俄罗斯 可是乌克兰在讲 你去制裁俄罗斯吗 我国家都被你都被俄罗斯打进来了 你也不出兵嘛 所以把美国的底牌 这个西方底牌也逼出来 让乌克兰自己去衡量 那最近除了这个军演以外 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 在白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界 在冷战时期 俄罗斯那边有一个战略空军的一个基地 那个是可以停这种大众型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基地 最近已经在重修了 所以这些做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对乌克兰施压 叫乌克兰自己乖一点 另外一方面也告诉你说 你所依赖的这些西方朋友 我去给你试试看 你不要去盲目相信他们 他们就是在用 就是只会给你什么样 武器堆给你自己打嘛 对不对 跟对台湾一样嘛 另外一方面 而且明确说不会出兵 而且是美国带头说的 那现在你看俄罗斯这一招 这个普丁这一招以后 你看这些欧洲国家不都来慌了吗 像法国就慌了 那德国就慌了 那美国再说会死五万人 然后有五百万难民 那这些谁最怕呢 当然是在乌克兰周边的欧洲国家 对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 普丁现在的底气看起来是越来越强 可是呢我觉得这都是施压 这些都是施压给谁呢 我觉得基本上 可能普丁心目的第一目标 是 Zelensky 要 Zelensky认清国际政治的现实 让他知道 第一个你不要在每天在那边叫 期望北约这些你去加入北约 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呢你内部 你天天搞这个所谓的去恶化 那么对这个乌克兰内部 还有17%的俄罗斯人 那也是一种 也是对 Zelensky的政府的一个警告 然后你如果说 控制不住情势压力再大的话 Zelensky自己已经承认了 他说现在问题不是 俄国要入侵我们乌克兰 现在问题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政治 会出问题 所以这些都被普丁这一招棋 把他僵得好 而且我觉得普丁从北京回去以后 我觉得他的底气大增 底气大增 你看马克宏不远 手不远千里而来 那么那个梁 对不对 普丁就让他坐在四公尺以外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很清楚了 对但是我的姿态就摆得很高了 然后呢同样的 你看像刚才我们因为讲到 连普丁他其实比较完整的话 他是我不会俄文啦 因为他说这个是有押韵的 他说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 我的美女乌克兰你必须忍受她 乌国的政府得履行明斯克协议 明斯克很重要 对那事实上要履行明斯克协议 乌克兰也说好啊 两边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都是这样说 可是现在是不是干脆那就欧盟队 我们自己来谈好了 你看法国的这个马克宏 他不也去柏林吗 然后呢德国总理肖茲 就还强调说德国法国跟波兰领导人 会会谈讨论 到底要怎么样让这个紧张降温 那这时候呢 美国还在旁边讲拜登 拜登就在对这个马克宏说啦 拜登要跟马克宏接触 要继续跟法国对等的官员 非常密切的接触 所以还是美国要来插手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老师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问题是 明斯克协议的重要性 因为明斯克协议它的支撑点是 诺曼蒂会谈 诺曼蒂会谈是由德国法国乌克兰跟俄国 这四个国家 然后排除了英国跟美国 所以它是纯粹是欧洲人的欧洲大国 在处理乌克兰内部的事情 那明斯克的协议就是东乌跟西乌要停战 而这个停战线要画得很明白 然后双方的军队要后撤 这个部分里面要确定 明斯克协议如果一直走下去的话 乌克兰的分裂就成为一个定局 那是因为顿巴斯这个地区有两个共和国 这两个共和国是俄罗斯一的人占绝大多数 他们也已经经过公投通过 他们要脱离乌克兰要加入俄罗斯 那俄罗斯的杜马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受 只是俄罗斯的杜马也放出一个讯息 杜马就是等于是国会一样的意思 那俄罗斯的国会也已经放出一个讯息 说他们愿意重新考虑顿巴斯地区 他们要加入俄罗斯的这个议程 那如果俄国的杜马他们的国会开始讨论 要加入他们批准 最后通过的话给普丁 普丁只要一批准那成为法律了 一旦成为法律那顿巴斯地区 就正式从乌克兰割裂出来 这样的情形对乌克兰来说能不能接受 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欧洲的国家能不能承认接受 也不能接受的 紧张的局势 那也就是美国相当有可能 又会支持乌克兰的政府 或是乌克兰人自己也想要统一 想要收复这个东乌克兰这个地区 那战争当然就又会打起来 那当初为了避免彼此之间打仗 那也就是说 坐下来谈的情形下 给东乌地区更高度的自治的可能性 那目前没有协议 但是停火是协议 所以明斯克协议是停火协议 那目前常常有零星的火花在打 所以他一直被破坏 那如果说今天要恢复明斯克协议 就是普丁所说的 这个时候就把美国跟英国就秉除在外了 那也就是列解了北约里面的两个大国 因为北约里面的两个大国在欧洲 就是德国法国 所以是德国法国来跟德国法国的政府首脑 来跟普丁跟泽连斯基他们来谈 这个时候拜登又坐在旁边 吹冷 吹冷 就是做冷板凳了 然后这个英国的首相也在旁边做冷板凳 那他们怎么可能愿意呢 这样的情形北约又被下降了 北约的功能 北约的功能一旦在下降的时候 欧洲的自主权又上升 这个时候如果俄国能够成功的让欧洲的国家说不要北约 你们会相对来讲安全 或者是我们列解出来 那这样的情形你看看 普丁的很多策略都在里面盘算 好 所以呢你看现在呢 当然央格鲁撒克逊人 他们可不能坐视不理 赶快动起来 光是看到这个最近呢 因为这个阿根廷的事情 这个中方力挺 结果亮哥我们看到呢 英国是不是跳小了 强声见立陶宛总理 表达对立陶宛支持 还说对中国的 应该是威胁性的贸易行为感到失望 立刻就表态 那另一头呢 你看澳洲澳洲也在忙 见的是立陶宛的外长 刚刚一个是总理一个是外长 然后又说志同道合的国家 运用工具跟法规抵挡 胁迫不屈服政治经济压力 可是问题是澳洲澳洲有自己的算盘 你看是要挺立陶宛没错 可是有一些底线是不能够跨过的 我不会跟你立陶宛的做法一样 你要设办事处要设什么的 可以啊可是问题是 不能够把它改名叫做台湾办事处 现在还是叫台北办事处啊 这就是所谓的差别之所在 你看澳洲外长特别强调 亮哥 就两个都给他口头的加冕啊 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英国他脱欧的时候 他就讲得很白 他说他要争取参加CPTPP 也希望跟中国欠FTA 所以他怎么可能跟中国干起来呢 军事上就随美国走一走啦 那航母来也没有飞机 还跟人家借 那可是经济上是不可能啦 大家都知道非常清楚 那澳大利亚自己现在在选举嘛 那Morrison5月之后 是不是还是总理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坦白说了 澳中之间的贸易战 随时可能会开始停止啦 有可能 事上刚刚那个乌克兰的议题 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觉得普丁是提出两种解法 一个就是国际协议 可是他提出那个三个安全底线 美国没有同意嘛 对 那可是你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美国还要继续谈呢 俄罗斯的最后通牒是12月21耶 去年啊 搞到现在已经快要两个多月了 那美国都一直不答应啊 那为什么要继续谈呢 因为美国还在想他到底要什么 我说实在 美国早晚会把乌克兰出卖 早晚 只是他想要换到东西 所以你看他动不动就抛出一个一批 我们中程导弹协议来谈一下好不好 哪里再谈一下好不好 他可是 所以国际协议普京认为 短期天是谈不出来的 我觉得他很现实他知道 可是乌克兰内部的国内协议 他在争取这一个 所以他第一个就是 你自己想清楚吧 你就自己退却吧 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就是 不然你同意乌冬的俄罗斯人 这17%他有否决权 就是说如果未来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那这里面这个乌冬这两个省 可以有否决权 那这样乌克兰 乌克兰内部 那这样就形同什么 这个形同芬兰化 就是你乌克兰自己内部设定的一个机制 就是让俄罗斯的力量可以进来 参与你的外交决策嘛 就这个意思嘛 那目前为止 Zelensky是不赞成 他坚决反对 可是这个提案也被提出来了 这个就叫做乌克兰内部的国内协议了 所以我觉得普丁上是两手都在玩 那如果说你国际协议也不给我 那国内协议也不给我 那紧张情势就继续下去吧 就是这样 没错好 不过呢各国都有自己的盘算 刚才因为讲到了澳洲 我想请教一下介大使 因为呢这个澳洲 现在说要打造非中国供应链 怎么样拼稀土 在全球这个市占率可以达到三成 那想办法要做出这个努力 那么而且所以这个政府 要融资稀土的矿商27亿元 办得到吗 当然澳洲基本上就是靠原物料起家的 可是澳洲过去三十年积极靠中国的基建 获得极大的利益啊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现在是在分散 分散来源啊 这些不管是铁砂或者铁矿石或者说是这个煤炭 这些过去比较依赖澳洲市场比较重的啊 你可以看中国大陆在正在分散 降低比重 所以长期来讲澳洲正在逐渐失去一个最大的一个客户 那这就在澳洲来讲当然是一个警讯啊 那当然现在自由党政府这样玩下去的话 大陆有非常充足的理由 要把对澳洲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关系 把它比重要减低嘛 那世界也不是只有你有铁矿 也不是只有你有煤矿 对不对 那第一个你的澳洲酒已经付出重大的代价了 澳洲龙虾就留着自己吃吧 对不对 这都是中国大陆在运用这种 运用经贸的手段 来回应澳洲的政治 跟这些外交上的这种对大陆的不友好措施 这是很在国际关系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澳洲他现在要发展稀土 因为中国大陆的稀土事实上是蓄势待发 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话 他是事实上是很担心的 因为这个对军火工业来讲的话 稀土是必须的一种 一种材料的来源 你如果没有稀土的话 美国很可能这个尖端的这种军火工业 高科技等等 在制造上会出现大问题 那这个大家就在比赛时间 因为大陆也花了我看也花了两三年时间 才把国内的稀土业 今天重整到是由这个国务院 他成立一个公司 由国家这个 等于国营事业这个委员会 来掌握 就变成稀土国家对了 另外一方面他也要 要所谓的敏感产品输出许可的 这样一个制度也在建立 那就是有一点就是说 毛刀祸祸叙事待发 那当然我想澳洲的话 他现在要有市场 他要投27亿 那他的市场要有竞争力 那这个后面我觉得应该 应该也有美国 还有一些其他 以赖稀土很重的西方国家 在后面这个也在推动 所以这样做 我觉得澳洲这样做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 好来提醒大家 今天也谢谢 线上2.5万的朋友 大家今天记得要按赞好不好 拜托大家支持 同时也请大家 一定要记得回看 增加我们的点阅率 并且订阅头条开奖 谢谢大家 明天8点钟我们继续再会 拜拜 我们下周的华人都看得到